10月27日,情系中华爱我江西海外华裔青少年书画摄影真文大赛颁奖仪式在江西南昌举行 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17个国家的华裔青少年 以书画、摄影、真文等形式通过大赛既相情、续心情、话有情 作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文化中国系列活动之一 本次大赛于2021年5月下旬正式启动 共征集到来自17个国家的26个侨团推荐的有效作品269件 在作品中三清山、庐山、雾远、井冈山等景色跃然至上 南昌双子塔、藤王阁等地标建筑被定格光影 海外华裔青少年们通过书画、摄影、真文作品 讲述江西故事、描绘江西印象 分享炽热的乡情、亲情、友情 共同感受中华优秀文化的博大精深 请主办方组织线下评审 以主题签明艺术水准较为突出为首要评审标准 兼顾题材、地域的广泛性、代表性等因素 评出了书画、摄影、真文 三类一等奖各一名 二等奖各两名 三等奖各三名 优秀组织奖六家 网络人气奖二十个 在当日的颁奖仪式上 我就写下了这个对我来说 带着这样的心情 在国外我们也更好地做好江西人 做好中国人 这两年疫情 想回家乡的情况下呢 确实还是回来不了 其实这样的活动的话呢 也可以更好的去表达对我们家乡的思念之情 以及在海外的话呢 去传播我们自己的家乡文化